大家好,我是泰瓦小缸 眼前这个猫茸茸的白色生物 它外表看似正常 但是却有很多特性 与一般生物不一样 它带有翅膀 但却不会飞行 全身失去的色素 没有保护色 头部有大大的腹眼 与长长的触角 却没有嘴巴 没错 它们连进食都不会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是我们人类 让它变成这样的 这个生物是人类干预之后的产物 没有人类 它们甚至活不下去 为的就是造出那神奇 并坚韧的丝线 这个丝线 不只大大的改变人类的生活 也在人类经济 文化 历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甚至在经过一连串 难以想象的改造后 现代人类还创造出 能挡住子弹的龙丝 以及能够抵挡子弹的人类皮肤 这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一切 竟然都始于这独特的白色生物 今天就我们来一探究竟 它背后的故事吧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物放大镜 尽量跟大家介绍 迪挡子弹 隔绝见识的神奇丝线 龙丝 影片开始前 提醒还没有观看这期会员影片的朋友 不要忘记观看了 这次会员影片 讲述与世隔绝 神秘古维尔世人的特殊生物疗法 当中包括 用死去小狗的皮肤疗伤 将蝸牛之翼滴入眼睛 以及杀死20只燕子制成的精油 想知道它们有什么神奇的功效 就快点点击右上角的会员影片吧 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 神秘丝线 这是一个死前的人类 随着人类这个生物的进化 现在的它 不像人员一样 全身都是毛发 因此为了在天气变化多段的情况下 生存下去 它必须找到最原始的衣服 穿在身上 不然它将会死去 很快的 这些人类的祖先 发现它们能将树上的树叶 串联起来制成衣服 但是慢慢的 它们发现 这种树叶制成的衣服 穿在身上会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 稍微碰撞一下 就散落了 而且冬天的耐寒能力也很有限 所以为了在冬天能活下去 人类发现 动物的皮肤 也就是兽皮 是个好东西 用兽皮制成的衣服 能够协助它们度过寒冬 然而这些兽皮衣也不是没有缺点 它们虽然预寒 但是相当的笨重 夏天更不是合适的衣服 因此 当有人发现麻类植物 可以撕成一条条的麻线后 人类就开始用麻线做成麻布衣 比起兽皮与树叶 麻布衣的功能就全面多了 相当的轻便 透气 也耐穿 少数的缺点 就是比较粗糙 睡觉什么的 穿在身上不太舒服 这样的问题 困扰了人类很长的时间 直到有一天 这些人类的祖先 发现了这个 残碱 但是对当时的人类来说 残碱不是什么有用的东西 它们要的是里面的残涌 没错 这些人类很可能把残涌 当成食物吃 吃残涌的时候 需要撕去碱衣 咬破碱壳 然而 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 有人将残碱放入了口中 放入口中的残碱 在唾液中长时间净润后 丝胶溶解 碱丝分离 人类才突然发现 这个碱竟然能拉出一条长长的丝 原来 碱是由丝构成的 经过多次的反复操作 人们总算悟出了 在适当的水温下 就能实现抽丝剥碱的操作 这 有可能就是最早 烧丝技术的起源 之所以用有可能来表述 是因为以上这个人类发现残碱的过程 是专家研究推断的可能之一 并不是完全肯定的 事实上 目前没有人确切的知道 这个重大发现的由来与时间点 不过 根据许多考古证据显示 在知道残的秘密后 中国人是最早将其训养 并发展成丝绸的民族 有一种说法是 皇帝的元妃 雷祖 一天在花园一边喝茶 一边看树上的残作碱 没想到一粒茧意外的掉到他的茶杯中 由于杯中的热水 这粒茧很快的就被软化 并变成丝线散开 雷祖发现后 仔细研究这个丝 发现他们相当的牢固有韧性 因此决定使用这个丝线编织成绢布 没想到这个绢布跟麻布比起来 又软又舒服 也能达到保暖的功效 因此发现残丝秘密的雷祖 开始命令手下收集并饲养这种生物 很快的就有了一整片的桑树林 成为养残取丝的始祖 这个过程中 他发现如何将一根一根的蚕丝组合成线的方法 进而还发明了能将线组合成柔软布料的丝绸之机 并将这些发明传播到中国各地 使中国成为丝绸的起源地 而前面提到的这个生物 家蚕 就是长时间人类为了更有效率的产出蚕丝 将栖息在桑树林中的野蚕 不断地悬育巡化的结果 现在从外观看起来 这两种生物已经有很大的差异 因为家蚕出生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产卵 因此家蚕的体型更为巨大 能产出更多的卵 翅膀也失去飞行的功能 保护色也不再需要了 因为它们只被人类圈养 而且还不会进食 浪费食物 交配完后 雄鹅会马上死去 此而则与产卵结束后死亡 完全就是一个为产卵与产丝而生的生物 家蚕交配后 通常在24小时内 就会产下95%以上的卵 数量从400到700克不等 这些卵的孵化时间 是会受温度影响的 在设施25度的环境下 约10天就会开始孵化 孵化时 这些饥饿的产宝宝会咬破卵钻出 并开始它那爆食的一生 说它爆食可一点都不夸张 家蚕有很强的食欲 几乎是昼夜不停的再吃商业 孵化后 短短20天 它们就能从0.28公分 长到7公分 体重更是能从0.0005克 增长到6克 增长的幅度能超过1万倍 可见它们爆食的程度 这也是蚕食鲸吞的由来 不过也因为它们吃的太多 生长的速度太快 皮肤无法跟上 所以需要不断的脱皮 这段期间它们总共会经历4次脱皮 完成4次脱皮后 幼虫身体会变成浅黄色 皮肤也变得更紧 代表它们要开始作茧了 蚕宝宝会从头部的丝囊分泌液体 这些液体一接触到空气 就会变成柔软带有嫩性的纤维 这些幼虫会连续2-3天 不断的吐出带有粘性的蚕丝 直到将自己完全包覆起来 制作出来的蚕碱 不仅能保护蛹不被蚂蚁攻击 还能提供适当的温度与湿度 让蛹顺利发育 是个良好的庇护所 不过你如果细看编织成蚕碱的这些丝线 会发现它大致分成两个结构 一个是中心的丝心蛋白 一个是外面的丝胶蛋白 丝胶蛋白也就是蚕丝带有粘性 能结合成一颗碱的关键 然而丝胶蛋白是溶于热水的 这也是为什么蚕丝碰到有温度的液体 会失去粘性分解成丝的原因 所以当这些蚕碱发育完全后 蚕农的下一个步骤 就是将蚕碱放入热水中 使蚕丝失去粘性 并将树跟蚕丝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条丝线 机器会不断的从热水中将蚕丝收集起来 工人只需要不断的往热水中 倒入新的蚕碱就能持续这个过程 而收集好的丝线 在经过多个步骤后 就会形成各种丝绸或是衣裳 一件丝绸连衣群 可能就需要1000到2000颗完整的蚕碱 这也是为什么丝绸会如此高价的原因了 当然你可能会想知道 在这个过程中蚕丝去哪了 其实对绝大多数的蚕丝来说 这个步骤就是他们生命的终点 没错,热水会直接把蚕碱里的蛹杀死 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 蚕涌若孵化并破茧而出 会破坏丝线的线成 所以必须让他们命指于此 不过当然啦 有些幸运的蛹会被允许继续发育 毕竟还是有残卵的需求 这些蛹在结茧后约10到15天 蛹就会羽化成蛾 而在碱里会分泌碱性的液体 把蚕碱弄湿 配合头部的冲击破茧而出 一些家产的品系 因为品种改良的原因 形成的茧丝量特别多 所以羽化的蛾很难突破自己形成的茧 如果没有人类的帮助 这些蛾就会这样困在茧中死去 等这些蛾好不容易破茧而出后 由于雄性雌性家产都不会飞 所以也需要依赖人类帮他们找到对象 迅速的交配并繁殖 因为他们只有短短的几天生命 等他们顺利交配并产卵后 也就进入新的一轮循环 这就是养残取丝最简化的过程 现代化养残取丝的方式 也就是上述这些步骤的规模化与机械化 根据养残的地区与厂区 会有不同的形式与机器参与 但原理基本上都差不多 这样一个养残取丝并制成丝绸的过程 或说是秘密 被中国保存了一千多年 这期间 中国人是唯一知道如何制作丝绸的民族 也因此丝绸就成为中国珍贵的出口产品 国外的国王贵族需要丝绸都需要开高价购买 一度比当时的黄金还要贵上数倍 西方国家虽然很想知道丝绸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但他们始终无法破解丝绸的秘密 甚至还一度认为丝绸是产自树上的羊毛 最后为了找出这个秘密 拜占庭的皇帝查士丁宁一世想出一个办法 他们派出两个传教士以传教的名义进入中国 私底下则是在暗中调查丝绸生产的秘密 没想到这个阴险的计划进行得相当顺利 这两名传教士真的发现了抽丝剥茧的秘密 还将两颗残德软藏在组织的手杖里走丝带回欧洲 丝绸的秘密才为其他国家所知 然而在多数的时间里 人们都只把丝绸当成一般的服饰来运用 很少有人会想到他在军事用途上也有奇效 直到一个席卷大陆的民族蒙古帝国的出现 1217年成吉思汉西征花刺子魔期间 他手下的大将穆华黎率军攻打中原城池 不料进攻的途中被对方守成的士兵以弓箭射中 重箭的他扬倒在马背上 被敌方判定已经重箭身亡 然而正当敌方的士兵在高呼庆祝时 慕华黎竟突然从马背上坐起重回战场 甚至最终还抢下这座城池 打得敌军满头问号 纳根剑明明就已经贯穿慕华黎的铠甲 为什么慕华黎还能起死回生呢? 原来慕华黎身上除了铠甲之外 刀把伤口划开造成更大的伤口 但是如果丝绸包裹着箭进入体内 医生甚至是士兵本人就能直接抽出丝绸 连带把箭拉出 不仅取出较容易造成的伤口也较小 复原也较快 是其他民族都不知道的秘密武器 在慕华黎这起事件后 丝绸内衣也就成为蒙古战士的标配 使他们不只拥有过人的奇术与剑术 防御能力也不在话下 不过即使如此 当时的丝绸内衣也仅仅能挡住弓箭 无法像影片开头说的挡住子弹 那现代人是如何用丝挡住子弹的呢? 事实上蚕丝虽然坚韧 但是并不是最强的天然纤维 目前人类已知最强的天然纤维 其实是蜘蛛丝 它的强度大概是钢的10倍 比防弹液的材质 凯夫拉纤维还要强 但是蜘蛛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多数的蜘蛛有领域性 还会互相攻击 因此要规模饲养几乎是不可能 这也代表蜘蛛丝难以量产 无法广泛应用 所以科学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把脑子动到蚕身上 他们希望让蚕吐出蜘蛛丝 这个看似一想天看的想法 竟然还真的被这群科学家 以转基因技术达成 这群研究人员将蜘蛛产生 蛛丝的基因植入伤蚕体内 这样蚕就能吐出含有蛛丝蛋白的丝 这种由蚕吐出的蜘蛛蚕丝 牵具蛛丝的强韧和蚕丝的光泽 强度甚至超过一般蜘蛛吐出的蜘蛛丝 所以人们也给他一个强悍的名称 龙丝 龙丝的韧性相当于钢铁的20倍 碳纤维的5倍 还具有高度的防火特性 而且现在只需要透过前面提到 养残取尸的过程 就能够大量取得 这让军事专家相当满意 因为龙丝制成的防弹背心 不只能轻易挡住子弹 重量也比传统防弹背心还要轻 不过你以为这就是极限了吗 事实上科学家在近期 运用的同样是转基因技术取得的蜘蛛丝 创造出了一种防弹皮肤 在实验室里 科学家将蛛丝与生物工程培育出的人类皮肤混合在一起 成功获得了具有防弹能力的皮肤 听起来相当惊人对吧 不过它并不是完美的 在测试下 这种皮肤确实有抵挡子弹的能力 但是它的抗冲击力存在极限 当子弹的速度超过每秒329米时 子弹便会穿透皮肤 这代表这种皮肤只能挡下部分手枪的子弹 步枪的子弹是挡不住的 但是即使如此 这还是一个相当卓越的成就 未来或许不需要厚重的防弹背心 只需要一层皮肤就能上战场 甚至有学者认为 这个实验的下一步 就是将蜘蛛分泌蛛丝的基因植入人类基因组 虽然目前还存在许多障碍 但是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个做法 电影中的防弹人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真的会出现在世界上 不知道你怎么看呢 最后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不错 不要忘记按下订阅按钮 我们下次见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想给小赵更多支持 让我创作更多优质影片的话 欢迎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里面有更多关于我的秘密 资讯栏下方 也有小额捐赠的银行账户 欢迎各位打赏支持哦 欢迎订阅